新北市第四救灾救护大队10号上午进行了水域救援安全演练 内容包括了抛绳救援、潜水救援等项目 第四大队表示为了达到水域救援的效能保障民众的安全 各项演练项目都要求要精准确实 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要细水一定要选择安全的水域 并且遵守相关规定 天气逐渐转热已经有民众为了消暑开始到西边玩水 但在开心细水之余往往也会忽略安全 造成令人遗憾的溺水意外 为了强化水域救援安全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4月10号上午在新店区宝岛向水域 进行了多项救援演练 流域比较宽广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抛绳枪来做这个固定点的架设 那我们比较容易亲近 那当然如果说比较窄的流域的话 我们大概可能抛绳带就直接下去 就不用那么远 那当然我们要看流域的属性 如果说它是可以下船艇的话 我们船艇也会下 这第二个区块 但还有一些重装的人员 关于它已经沉到底下去的话 我们重装人员用最快速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 入这个水面以下来做这样的一个救援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表示 近年来气候变迁天气异常 经常有暴雨或豪大雨发生 有时在溪流下游细水看起来艳阳高照 但上游却可能下起了大雨 导致溪水突然暴涨 以致发生危险 因此呼吁民众务必要遵守相关规定 才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你虽然看到这个天气很高 但它变化大 有时候上游 这忽然间水域上游就开始下雨 那这个水域的这个 水一下海的话 这个湍急 那整个水域的变化就很大 所以造成这民众 在这边稀有的当下 有时候来不及去反应 所以这边特别宣导说 在下水之前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跟留心 那当然必须做准备 比如说软身热身 还是说我们消防人员在附近的话 请配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看起来简单的抛审动作 其实还必须考量当下的风向 水流等因素 才能够准确地将救生绳索 抛给逆水者 而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也提醒民众 溪流水域的潜在危险性高 看起来平静的水面 底下却可能暗藏漩涡 所以再次叮咛民众 千万不要到标示危险水域 或者是没有救生员 助手的溪流边玩水 如此才能够快乐细水 平安回家 记者杨帮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